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近期,一份年度娱乐人物男演员的排行榜发布 引起了广大粉丝的热烈讨论 截至12月15日下午4点半 王毅博以微弱的票数优势占据榜单第一名的位置 乘以位列第二位,以杨千玺进入前三 并勇望超越前两位 其他位列前五的演员包括杨阳和任嘉伦 他们之间的差距并不大,竞争异常激烈 在这个排行榜公布后 广大粉丝们热烈讨论起各自支持的演员 王毅博粉丝们为其取得第一的成绩感到鸡 并表示会继续努力投票支持他 诚意的粉丝则称这只是暂时的结果 相信诚意能够迎头赶上 叶阳千玺的粉丝们则相信他会有超过前两位的可能性 并纷纷呼吁更多的人为他投票 各位演员的粉丝们都在积极行动 争取为自己心意的演员争取更好的成绩 此次的男演员排行榜可以说是类似于过去的各类娱乐投票活动 比如最受欢迎男演员,最佳男演员等 在这些投票活动中 粉丝们会为自己支持的明星努力投票 争取获得更好的排名和成绩 类似的投票活动一直活跃在网络上 成为粉丝们积极参与的一种方式 这次男演员榜的投票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明星的人气和粉丝的力量 粉丝们的积极参与使得这个品 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这些演员 同时,这种投票活动也激发了粉丝们的热情和支持 成为明星宣传和互动的一种重要方式 截至目前,这个投票活动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预计竞争会更加激烈 成为追赶王一博的步伐越来越紧 叶阳千玺也有望超越前两位 粉丝们将继续投票支持自己心仪的演员 为他们争取更好的成绩 这个男演员榜的投票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明星的人气和粉丝的力量 同时也为粉丝们提供了一个更紧密联系和表达自己支持的机会 此外,这种活动还能激发更多人对演员的 为明星们带来更多的宣传和机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